今天我们要先来谈谈泰国 泰国呢 其实现在说真的啦 他们是不是心里面也蛮着急 或蛮焦虑的 我请教一下接大使 因为呢 看到中老铁路嘛 都启动了 运行了 然后也有成果了 载客载货都行 然后呢 现在泰国 现在也要动起来 泰国现在呢 它是向国际招标 那要做什么呢 用290亿美元要跨洋建设 这一条叫做什么 Land Bridge嘛 这个是 据说 据说这个叫路桥 路桥 2025年到2040年之间 它是要分四阶段来完工 这个是泰国的交通部长 特别在日本东京 对日本投资人得标财团所说的 就是说这个得标财团 将获得50年的经营权了 积极的在向对外招手招商 不过我们要来看 它现在呢 最主要是说完工以后 到时候运货就不用经过马六甲海峡 不用再绕那南边一大圈 这样的话就可以缩短印度洋太平洋之间的航运的时间 平均缩短四天 运输成本降低15% 那么呢这个项目呢当然是要花钱啦 那泰国总理呢也说其实包括像美国啦大陆啦中东啦都可以来投资 但是这是潜在的投资人嘛 所以呢也向他们积极的招手 希望能够协助泰国完成这样的一个建设 好 介大使怎么看 这个计划是一个陆桥计划 看了一下啊跟他传统的所谓的那个 东方苏裔寺运河的这个 这个巴拿尔运河的计划不一样 那这个计划事实上17世纪就有人谈起了 一直到泰国的这个五四皇啊 也就是泰国开这个近代化的一个君主啊 都在谈过 本来这个因为这个叫克拉地侠啦 这个就是泰国这个南部跟马来半岛连结最窄 最窄的一个部分 本来是要在这边通一个运河100公里的 是 然后呢就彻底把这个 把这个马六甲海峡 这个航道困难的航道把它取代了 因为我以前在泰国服务 泰国朋友有时跟我讲说 新加坡只要我们修一个克拉地侠的运河 新加坡就完蛋了 就结束了 那到现在都一直没有修 那很多因素啦 钱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你知道 泰国在比较靠近马来西亚半岛的那个部分 它是属于回教徒的 所以泰南来讲的话 对泰国来讲是一个叛变重生 内战不断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反政府的部队都在 所以他们就有人是说 他如果修一个地侠 正好把泰国跟南部的地方 这个土地连接把它割开了 所以这个泰国的这个国土统一 内部的安危是有 这个我不晓得 不过他现在新总理提出来的构想 并不是修一个运河 他是在这个两端 最狭隘 最狭障的两端 一边是宣楼湾 一边是安达曼海 一边是这里 他两边各修一个深水大港 这里 所以深水大港之间呢 他用高速公路跟铁路来连接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你从印度洋过来的货船 或者游船的话 你就在这边安达曼海 西岸的部分 你就卸货 然后套这个路桥 高速公路跟铁路 把货运到这个东岸 靠近宣楼湾的这边 另外一个深水大港 然后从这边再来 他说可以节省五天 他说你要通过马尔甲海 你要增加九天 那我这个就节省了四天 四天到五天 那有经济价值 那投资的当然项目 投资的金额才290亿美元 是比较少的啦 那他也 会不止啊 他就是说15年 我是觉得这个工程 好像跟中国大陆的这种 我们对于基建工程的了解 好像不是这样 这个工程要中国大陆来做 搞不好三年就给它做完了 那他要搞15年 那不过这个计划就是说 提出来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际物流 尤其运输 还是会有很重大的影响 那不过这也是等于说 现在泰国在积极 在跟国际的大厂商 大国已经在 在这个销售这个方案 那他当然是国际募资 大家一起来管理这个 谁投资多 那就营运权啊 这些都在谈啦 这个所以我觉得 已经算这个 所谓克拉地侠 争论了上百年的 这个克拉地侠的新建 运河的问题 泰国政府有一个具体的方案了 而且已经在做了 你看他已经在这个 像美国 像中国大陆 中东的潜在投资者 都已经进行了各种怎么样 这种推销跟介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现在可能 可能是说经过上百年的讨论 终于尘埃落定了 那当然是会改善 会影响到这个区域的 这个整个的运输线 那我想新加坡会受很大的冲击 那甚至马来西亚 会受很大冲击 因为这个受贿的话 基本上就是中日韩嘛 对不对 甚至越南 因为这个过程中 就省了很多的运输费 运输的 因为这一条 马六载海这一条 对中日韩来讲 都是能源跟货品进出口的 一条生命线 那你现在把这个 新开了一条路线的话 另外一个选择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 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他的政经的 国际政经贸易的地位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对新加坡马来西亚 不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对泰国来讲 他就扮演一个什么 东西 交通跟东西的 贸易的一个重镇 对他确实是想要扮演 这样的角色 对因为他可以连接 泰国南部半岛两侧 两个兴建的港口 那泰国就可以成为 国际贸易重要的中转枢纽 但事实上大陆会怎么看 因为其实这样如此一来的话 透过这个管道 也可以什么 也符合一带一路 那我请教一下亮哥 因为这条运河 北京一带一路倡议中 海上思路至关重要 极具战略意义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它有经济上的意义 有它的好处 尤其是在能源的运输 包括石油 包括天然气 你看这个就是说 透过这条路桥 Land Bridge 它连接欧盟 印度 孟加拉 越南 还有中国之间 那么可以运石油 还有天然气管线 其实都有含安装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其实 它的这个效用 效益 会比我们这样子 纯粹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 可能还要发挥的更多 那中国大陆 可以在这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因为除了你说像马来西亚的贸易部长 会觉得 这个会不会降低大马的竞争力 或甚至对于新加坡来讲 也可能会造成比较不利 负面因素的冲击呢 亮哥 我认为可行性相当低 因为事实上 柯拉帝乔那个时候就曾经 中国有去评估 那花了钱当然比这个大很多 因为他是要找运河 要穿过泰国 那后来就是沿线的居民 非常多反对 因为会有环境冲击 对 那泰国政府摆不平 摆不平 声音大到吓人 这个就像那个介大使讲的 那个有一些地带 就不是政府能够管控的 事实上我举个例 比如说 那个 那个中国大陆在 那个巴基斯坦 那个瓜达尔港 瓜达尔港往上就要经过 碧茲鲁省 那个在闹分离运动 所以常常就会有 中国大陆不是上次在那边 被打掉了一个车吗 是 对不对 那他们就是摆明了 我就是反对 中巴经济走廊 那这种事情要是 主要你分钱给我 你分钱给我 对啊 因为碧茲鲁省就是搞独立 那他觉得你搞这个 那个钱都被巴基斯坦政府赚走 那我的钱呢 我认为泰国这个也没有想象中容易摆平 而且他现在变成两段式的也是蛮怪的 你想一想 我到左边我要先卸货 然后要装到公路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 我不知道这两个深水港中间有没有铁路 那如果是货车 那你要分装到多少 你想一想一个货柜船载多少东西啊 那怎么分装 你要先 分几批次吗 你要放到铁路上 如果有火车啊 那如果是普通的公路的车 你去想一想一个货柜船的载运量有多大 那动辄是5000吨以上 我说那个TEU啦 那这个公路铁路要跑几趟 不是啊 你换装完了 然后到另外一个深水港 还要再装上船耶 这要花多少功夫啊 那这个成本怎么算啊 所以我跟你讲到时候一定会有人来细算 说它搞不好只适合做哪些货品的运送 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办法载啊 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用 可能有一种有一些船就不适合走这里啊 因为货柜船都是一船到底的啊 然后有说我先卸货 然后再上货 这过程有多复杂啊 我怎么知道你通过了那条路会不会塞车啊 这问题一大堆啦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吗 不是没有那么简单 是根本做不出来的 这样啊 亮哥直接说就是做不出来 以我对泰国政府的了解 是根本做不出来的 现在还是这么的努力啊 而且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一定会做地下工作破坏 对啦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要阻挠嘛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啊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难度很高了 好来 韩兵啊 你有听过泰文叫 有吗 今天我们同事 发音念给我听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哎哟 我是自己是 我只知道 但是 还有什么 但是呢 我真是不知道 宅就是心 烟烟就是凉凉 就是不要紧张 心凉凉 心凉凉 在你到泰国人家看你 他说节奏放慢的意思 就是心凉凉啊 宅烟烟 宅烟就是不要急 不要慌 冷静 冷静 慢慢来 宅就是心 烟烟就是凉凉 宅烟烟 宅烟烟 宅烟是冰或是凉凉 宅烟烟 有一个老师在教我们讲宅烟烟 我会讲泰国话 对 我们借大使就是现成的老师 他都在泰国服务过吧 卖冬瓜 卖油卖菜卖冬瓜 所以借大使 那这个泰国人 是不是做事情 就是特别的 假烟烟 什么事情都是慢慢来 冷静慢慢来 泰国人的耐性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可是这个事情 他们不想要斩烟烟 这个官员很急吧 我想他这个其实是 这个也有上百年的计划 从他们的拉玛五四 本来不在这里 本来不在这里 他有好几个地方 他本来要修一条运河的 那个泰国人 谈这个也谈了上百年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斩烟烟 要别人的话 老早就开工了 要美国人的话 那个巴拉玛运河 不就是他挖出来 那泰国人他就斩烟烟 他们就慢慢来 巴拉玛运河的难度 比这个简单太多了 这个很长 要100公里 所以韩冰 所以这个事情你说要再慢 他们也觉得不能再缓了 还是要赶快加速的推动 可是说真的 我们除了刚刚一开始讲 中老铁路 还有中泰铁路 中泰铁路难道也要被推迟吗 现在说有可能 要再推迟一年的时间 这就是比较麻烦 因为泰国那边常常会出现一些 你不可预期的一些东西出现 本来一切都讲好 到最后就突然之间有变卦 有的时候政局的变卦 有的时候是当地的一些反弹 有的时候是各种各样的状况 都会出现 像泰国本来要跟中国商量买险件 后来又说不要买 后来又说要买 然后就一直 他们就是穷折腾嘛 你知道吗 对啊 他们的国家就很喜欢这样 那所以对泰国来讲 因为他们曾经有个教训 就是他们 他们有全世界最小的一艘航母 那当时就是泰国那一阵子 经济状况比较好 就是买了 买了之后 就马上遇到金融风暴 所以泰国人那时候就庆幸 还好那时候买 不然泰国这辈子不会有航母 那问题是 他有了航母也没什么用 因为他那个航母呢 买来之后 基本上他们没有钱 让那个航母上面的飞机飞 所以那个航母大分就是爬窝 就是在停在港口不太出去 这样子 而且他上面飞机 后来也很老旧了 那所以后来也 大概就没有飞机了 所以就是一个摆飞品这样子 但是至少人家 也是一个航母 那泰国就常常做 这一类的事情 你说他现在要弄这个 我的意见会比较接近亮哥 我认为这个还有得扯 搞不好20年之后 我们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那可就真的是 讲烟烟了啦 对不对 讲烟烟烟 谢谢 好感谢 这个 讲烟烟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